那這邊可以分享一下 你覺得彭文正的爆料 跟這個府方的回應 跟所謂說 現在證實總統跟副總統 都還沒有打疫苗 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現在現場 凱翔馬上就要離開了 對 要跟大家揮手 說再見 不遠的新聞台太常凱翔 等一下 侯漢廷會進來 火力更猛 康康姐會在樓下等你 然後呢 這個是楊志良署長 然後我是黃偉翰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講說 剛剛有個來賓 叫謝寒斌他講什麼 那大家會覺得我瘋了 因為現場三位 你看開箱 然後就對啊 台灣明明沒有BNT 然後一個台大的教授 資深的媒體人 常常跟許甫開箱的彭文正 他咬定說打BNT 那不是傻了嗎 那不是傻了嗎 觀眾朋友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今天要把你就 影射的殺傷力最大 聽說總統打過了 什麼牌子不要講就好了 他既講打過 又講說是打什麼牌子 其實觀眾朋友 我覺得我們現在網路世界是這樣 常常一個訊息一個梗圖 然後大家就燒了半天了 要實事求是 要把人家的說法給看完嗎 彭文正老師講的是不是事實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顯然有所本 而那個本在他身上 不在我身上 我也沒有爆料的來源 也沒有人跟我講 可是他講的內容 你必須了解啊 他講得很清楚 是因為他說我們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美國官員們 手上有BNT疫苗 然後美方給了蔡英文總統 BNT疫苗 所以打過了 對 所以這才會是BNT輝瑞 Pfizer這個東西才會出 不然台灣根本沒有啊 我們現在不猜猜等國台名 要去買五百萬嗎 對不對 對 所以重點在於這個 那所以你應該要回答的是 有沒有這回事 而不是說你去看我的接種疫苗 因為如果照彭文正老師 所講的那個內容 如果他所講為真啊 我們必須要假設為真 跟不為真兩種狀況 有時候可能他掌握錯誤了 或者是放消息給他的人 故意誤導他也有可能 那可是照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因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所以照理講 一般的中立阿嬤 被我講第三百次了 大家記得嗎 中立阿嬤在2020年總統大選之前 署長你有看過那個影片嗎 有個中立的阿嬤 他在網路上面轉po一個文章說 今年的中學會買的印尼 比較油一點 所以蓋完了印章以後呢 你要等久一點 再對折投進票軌 要不然的話呢 可能那個就變無效票 他只是轉po一個這樣的文 警察來按門鈴查水錶 說要做筆錄 他嚇得不敢開門 在那邊哭開直播 我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這麼大的一個指控跟一個印尼 來比印尼警察都上門喔 我講印尼不是那個印度尼西亞印尼 是那個蓋上印尼 總統被指控打了BNT疫苗 而且還不跟他講 那你應該要告他才對啦 都大家懂為什麼 應該直接就是指控的 這個是造謠 而且是不實 是 然後是假新聞 然後呢 還損害國家元首 也沒有 說你可以去查我的紀錄卡 我這個並不是說我有內容 我只是說 如果按照彭文正老師的說法 那樣的打法 也就是AIT私下幫總統打 那會不會經過我們的接種紀錄 這會是個問題 那這一題我就講到這裡 但是我要講到第二部分 同一題 但是是不同的論述 今天指揮中心 跟總統府都已經公開的否認 彭文正老師的指控 他說第一個 這絕對是造謠 第二個 總統副總統都沒有施打疫苗 這也是目前我們國人熟知的版本 就是總統還沒打 可是也因為彭文正老師 這樣一咬以後 讓我覺得 過去我跑總統府了 所以對總統的 總統府內的這個相關的東西 比較了解一點點 我請問所有的 這個觀眾朋友 現在在看我們大八卦的觀眾朋友 蘇貞昌院長打疫苗沒有 打了嘛對不對 但有人不相信 但我看那個政筒是差得很深 陳時中部長也打了 然後因為要跟蘇貞昌院長開會 所以丁怡銘行政院顧問也打了 那國安會秘書長呢 顧立雄也打了 然後總統府的憲兵呢 也打了 然後呢 蔡總統身邊的 永和警衛市的特勤中心那些警衛呢 通通都打了 所有人都打了這總統不打 所以是一個護城河的概念是不是 護城河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軟胃甲還是要穿在總統身上啊 對不對 你今天黃榮身上還有黃藥師給他的軟胃甲 但是因為黃榮很喜歡郭靖 就把軟胃甲送給郭靖嘛對不對 那是最保命的東西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廚長我這樣講了解 來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在沒有疫情之前 說要支持國產疫苗 沒問題 在已經開始出現疫情 每天五六百例 二十幾個人死的時候 我現在就點三個單位 第一個單位叫做國安會議 國安會的秘書長 你針對於保護整個總統 國防外交兩岸的首腦的這個幕僚長 你這個時候 你判斷總統 打疫苗 國安會的秘書長 第二個國安局的特勤中心 包含市委長 副市委長 你今天保護總統 你覺得總統該不該打疫苗 以現在目前臺灣的狀況 隨時這個人可能昨天還在笑 今天就已經說再見了 隱形缺氧兩天都不見了 他該不該打疫苗 然後第三個總統的醫療小組 現在的召集人是誰我不知道 那剛我以前跑中府 我知道 你對於總統的所有的健康 跟健康檢查是你負責的 那總統醫療小組的召集人 你對於總統現在目前不打疫苗 這件事情 你是同意的嗎 美國的總統拜登 新加坡 李顯龍 全世界 連英國得過確診 Boris Johnson他是確診過 照理講他身上應該有抗體 書長是不是應該這樣 他應該有 他後來也打了嘛 那我們沒有疫苗就算了 我們有疫苗的狀況之下 第一個是AZ 第二個是莫德納也已經送來了 為什麼總統到現在 居然不打疫苗 然後告訴我說因為周邊人都打了 那很簡單 我現在可以把口罩脫起來了啊 因為署長有戴啊 許服務員有戴啊 你們都有戴啊 我就可以拖起來了 是這樣嗎 總統就完全不可能會染疫嗎 總統染疫我們承受得了嗎 我講一件事情 總統每天出門 我這邊常常還在問很多我的朋友 你們知不知道總統是坐什麼車啦 那總統現在是坐四個圈圈的車 然後為了要防彈還特別編了將近兩千萬去買 總統的車是防彈的 總統的車的輪胎是防爆的 一旦有雞爪釘 或是有人要對他不利的時候 輪胎啪了一下以後 立刻熱熔膠會把他包起來 還可以持住五十到七十公里 再跑五公里 趕快脫離現場 避免被狙擊嘛 總統的身邊是一大堆的國安特勤人員 鶴槍實彈還有那個防彈公司包 拿起來可以擋子彈 總統的辦公室跟住家 永和警衛室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他裡面牆壁都有鋼板 連坦克車的砲彈都打不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是總統嘛 所以他只要一出門 就是全程都是綠燈 避免被狙擊 這個我覺得在我們臺灣 其實有一點 是有點不太需要 因為我們臺灣並沒有反抗軍 我們有在野島 我們有反抗軍 不會隨時躲兩個人 在那邊準備火箭筒 總統車兌過去以後咻一下 過去把他炸翻 倒也不用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維持總統 一路綠燈 並沒有任何意外 好那觀眾朋友 我講到這裡 總統在維安上的規格 為什麼那麼高 因為他是總統 所以今天在反過頭來 對抗病毒的時候 為什麼完全不施予給他疫苗 我們現在已經有 美國的莫德納跟英國的AZ 為什麼不讓他打呢 好那我最後一句話講完 因為這段其實我論述 我的看法也非常清楚 我不是質疑總統偷打疫苗 而是我認為總統 你早就應該在疫情開始之後 你就趕快去接種 如果沒有疫情 他為了要支持國產 就代表說我總統院長去打了 那我總統留給 手臂留給國產 我覺得還可以理解 或許甚至可以接受 可是從五月十五號以後 總統就沒有不施打疫苗的選擇權 不是你想或不想 那我今天就問你 總統可不可以今天講說 我覺得臺灣其實民眾 對我都非常的友善 連黃偉哲寫重判清理都出來道歉 所以呢 今天國安特勤中心的人 等一下三點就全部解散 他一個人走路回 他的那個有關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各位觀眾朋友不可以 因為根據國安特勤條例 就是必須保護他 因為你是總統 你就必須是這個規格 所以這已經不是總統要不要打了 我剛剛點了三個單位 國安會 總統的醫療小組 以及特勤中心保護總統的人 你們就讓總統不打疫苗 這樣對嗎 而且你們都打了 你們幹嘛打 第一名跟孫昌院長開會都要打了 為什麼總統不打 好那我最後的最後 總統不打 副總統可以打吧 副總統是輩輩元首 如果萬一真的出了什麼狀況 總統還是不舒服了 副總統還可以接手 總統副總統都不打 那這個就是真的是很奇怪 我現在不是在接續彭批的論述說 他一定已經打了 我也不認為總統打叫偷打 總統本來就應該打 那如果說他真的已經打了 就誠實跟大家講 大家也安心 這是一個複雜的題 但我用不同的誠實跟大家講 總統肩負我們中華民國的 三軍統帥領導之責 他是文官也是武官之手 現在這個狀況 你應該打疫苗 沒有打疫苗才是不對的 對我這邊看到網路上的網友 對這個議題非常非常熱烈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 彭批他還是要拿出他相對應的 更直接的證據來講 但是剛剛偉翰哥 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提的就是說 那到底總統跟副總統 該不該現在或是之前 就應該去打 我剛才想到一件事 我想要請署長幫我們短短補充一下 就算他周邊的人都打了 打了不代表身上沒有病毒 我讓小店員是打了你可以抵抗病毒 但是他可能會把病毒帶給總統或是副總統 是不是有這樣子一個風險 當然是 你四周的人都已經免疫了 不代表你沒有機會會接觸到病毒 除非你也免疫 除非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病毒 這個叫Data 這個英國變種病毒 那麼它的傳染力跟原來的 從武漢出來的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們都過去的紀錄很清楚 什麼鑽石公主號一千人 什麼磐石劍 什麼高雄確診的酒店公關 跟一百多個男人 那個時候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在只要一家人有一個 卡拉OK有一個 辦什麼獅子王什麼活動 有一個 馬上就是一堆 所以這個時候 應該提高到最高的警示 所以韋翰講得非常清楚 你四周都就像剛剛講的 你們現在兩個都戴口罩 我可以把口罩拿掉嗎 當然不可以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機會更強大